南京的高淳 历史悠久 文化深厚 高淳老街始建于宋代 至今已有九百多年 这里的每一座建筑都有雕刻装饰 这些烙在石头 木头 砖头上的古老文化印记 记录着渐行渐远的历史 坐落在高淳老街的砖雕石刻展览馆 是一座极收藏陈列 研究与一体的砖提性博物馆 这里所陈列的上次东汉的画像砖 下至明清的砖雕石刻 都凝聚着古代高淳人的智慧 用作汉代封建贵族墓室建筑材料的画像砖 内容非常丰富 有用于镇墓安神的方卫神 有青龙 白虎及鱼纹 有被民间奉为驱轨之官的方向式 有头戴羽冠身披羽衣的道教羽人形象 还有反映秦始皇被荆轨投建 绕住躲避的荆轨刺秦王图等 这些汉代画像砖上的绘画 音材随形 浑厚朴着 线条简练传神 高淳的砖雕石刻胜于明清 当时朝廷选派数千名工匠 在花山凿石驻南京城 在虚河上构筑庞大的水利工程 他们带图传记 久而久之已留下一批砖雕石刻食物 也留下了高超的雕凿记忆 这幅绘画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的砖雕石刻的制造过程 从这些流传至今的建筑物的雕刻上 也能看出当年工匠们的高超记忆 展览馆正门的上方是明代砖雕八仙图 雕刻手法精湛 人物神态低真 与人们熟悉的八仙过海图相比 这组砖雕还有两个有趣的特点 其一 八仙中的蓝彩盒 是一位神采飞扬的青年 而不是扎辫子的小童子 其二 把阻止八仙过海的鲤鱼精 也刻在其中了 这是一组叫观人图的明代砖雕 从初入官场到仕途高升 再到瓷关卸直 以生动的人物造型 反映了古代官场 不同年龄层次人物的心态 这幅明代的石刻版画 纯艺盛景 即宝圣寺塔 顾城湖 等高纯文物盛景于一体 画面右上方是远山近水 主体有寺庙楼阁等 虚实相近 构图巧妙 这一时刻是明代的遗物 名为飞黄腾达图 画面中一只仙鹤 嘴咸黄榜 一族点地 一族提起 正展翅欲飞 漫步在高纯 这些镶嵌有各种雕刻的 古老建筑之间 犹如置身于瑰丽的 历史画廊之中